各位網友大家好 在開始之前如果未訂閱的朋友 歡迎免費訂閱、留言、like和share 待會開小鈴鐺等新片可以馬上通知 如果方便的話頂頂廣告 我們先來講講樓市消息 中原剛剛公佈過去週末十大屋苑錄到四宗成交 已經是第十一個禮拜成交量處於單位數字 代理解釋的原因是一手新盤搶客 二手業主減價不足 兼且遇到颱風 而另外兩家代理美聯和利家閣錄到近似數據 大家都說不中 正所謂十個牛皮九個跌 而二手成交量這麼低 我相信已經進入了陰桿式的下跌階段 我這幾天在想政府還有什麼行政手段 可以托著市 設立方面政府未必可以掌握主 有一部分可能需要中央默許 我反而覺得下一步 香港的財金官員有機會 將現在最長的三十年按揭年期拖到四十年 買家就要辛苦多十年 但可以舒緩到短期的公樓壓力 從而釋放多少消費力出來 在昨天還有三個新盤 加推貨美單位出來應市 明顯有減價的盤表現就好些 其中在珍魚蔥和西灣可交價的Hobon 公開發售二十八伙 最後賣出十七伙 算是比較好 不過大家如果拿回一年前的成交個案 對回今次的成交 你會發現是劈到心寒 面那一陣已經便宜了一節 而底那一陣只要你在九十日內成交 他還有多六個百分的現金回贈給你 另外回德鋒在藍田的Coco Mare 在星期日也推出了九十八伙全新貨美 比較肉酸些 最後只賣了兩伙 而恆基於洪欠另一個新盤項目的必加方營會 在星期日也加推了十六伙 最終只賣了一伙 另外有已故鋪王鄧成波家族持有的 觀塘進業街五十六號中海日升中心一男子地鋪 最近委託第一太平大維斯放售 叫價大約四億 項目涉及九個地鋪 建築面積總共一萬八千四百二十七呎 租客就以餐飲食市為主 雖然叫價四億 不過翻查資料 他們家族在早年分階段買入這些鋪位 總買入價涉及五億 今次叫價已經比買入價便宜了足足一億 低了兩成 如果大家還記得 在五月 特區政府應該社主買入樓上一樓B的鋪位 當時作價四千六百萬 業主辭貨九年 賬面也要虧一千二百三十六萬 相等於二十一% 另外鄧成波家族日前又有一個消息 就是他們持有的荃灣旭日酒店 據聞獲得都市大學 即以前公開大學 以大約四億三千萬合扣 將會在短時間內落實交易 酒店位於葵聰鎮邊界十五至十九號樓高二十層 設有160間客房 如果以成交價四億三千萬計 每個房大約是二百六十九萬 赤價就是四千九百六十二元 這個項目的前身叫萬通大廈 在一棟工業大廈 鄧成波家族在2011年三月 以一億六千萬買入 其後將它抹化成酒店 也都會大學在今年二月份 曾經表示正計劃斥資買入酒店 改建成學生宿舍 希望增加多三至四百個宿位 工內地生或交換生入住 而早前校長林群瑟亦表示 目前校外租用的住宿設施 只得三至四百個學生宿位 校方長遠希望擁有物業 據問項目的交易 已經進入盡職審查階段 預期會在短期落實 其實近期鄧成波家族 是拿了很多貨出來賣 但成交寥寥可數 我相信都迫倉迫得很厲害 如果政府真的想買東西的話 可以向他們打招呼 你又可以撿到便宜 又可以解到他們的財困 再來講講涉案個案 第一間是馬鞍山盈海星灣 有一間21座中層F490呎 慢了788萬 業主2020年用了800萬馬入 次科5年帳面虧了12萬 第二間是位於深井的麗都花園 有一間4座低層F617呎 慢了500萬 8100元 業主2019年用了560萬馬入 次科4年半 帳面虧了60萬等於10.7% 第三間是青衣翠兒花園全海警單位 11座高層G368呎 賣了546萬 業主2019年用了665萬馬入 次科4年帳面虧了119萬等於18% 根據當區代理透露 當時這位業主買入的赤價創新高 第四間是天水圍的柏惠豪園 有間6座中高層A494呎 賣了550萬 業主2020年用了580萬馬入 次科3年帳面虧了30萬 再來這間由銀主放售 是上水的哥爾夫御苑 有間7座高層F487呎 屬於優質單位看哥爾夫球場 剛剛賣了630萬 業主2017年用了913萬買入 次科6年帳面虧了283萬等於三成 根據代理所說 業主2019年已經開始向多家財仔借貸 不過這些兩房單位 在2017年賣到910幾萬又不合理 我相信是有些回贈或代轎印花稅之類 另外這間平手蝕洗費 大埔名城二旗城匯一座中層SC單位 實料面積961呎 屬於四房單位 剛剛銀主結1500萬賣出 業主2018年用了1500萬馬入次科5年平手離場 但如果算其他納納納納納的洗費 差不多要蝕80幾90萬 另一間名賺實施馬鞍山螢海 有間25座高層A1390呎 賣了2650萬 業主2017年用了2642萬4千買入 次科6年賬面賺了76000 但如果計算洗費大約要蝕130萬 我經常叫大家千萬不要鬥白居 只要留下乾淨資訊買新居屋 這裏有一個成功例子 就是長沙華海樂園 有間衣座中層13號室 實料面積393呎 屬於兩房 剛剛以錄表價478萬賣出 業主於2019年9月 以274萬在房儲買回來 次科4年賬面賺了204萬 等於升值了74% 如果同一時間買C樓或白居然 我相信蝕釀比例超過90% 在颱風太利吹襲後 港股今日全日休市 內地官媒證券時報看不過眼 有報導指 A股似乎未受惡劣天氣影響而休市 港股為何會那麼任性又叫氣 記者引述勸商指出 雖然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 但香港股票交易系統沒有內地發達 事實上很多老一輩投資者 要靠打電話下單 一旦停電或通訊訊號出現問題 就會對投資者造成損失 有為市場公平 而且惡劣天氣之下 證勸從業人員和投資者 往來交易所的途中安全也難有保障 索性優市防範風險 縱觀全球除港股外 台股美股都會因為天氣異常或颱風而優市 但無獨有偶在今年5月 港交所準備提議台風期間繼續交易 而港交所證監會和金融管理局組成的工作小組 正在起草 允許台風期間正常交易的計劃 跟進港府在2月份財政預算案提出相關建議 為何大陸打風都不優市 我回答他 其實老實說就是命賤 因為條命不值錢 所以可以罔顧安全 另外這單新聞 就說外交部部長秦剛已經超過20天沒有露面 他的去向引起很多人的關注 今天外交部記者會上 無寧四度被人問及秦剛 他居然表示沒有可以提供的訊息 秦剛在上個月25日 北京見了越南外長之後 沒有露面 而去到上星期二 外交部發言人安民斌也解釋秦剛是身體原因 所以無法出席東盟外長會議 最後由王毅代表出席 而今日外交部記者會 金融時報問及秦剛何時才回到工作崗位 記者繼續追問 泰晤時報早前報道秦剛不見影 涉及他被調查 和鳳凰衛視女記者傅曉田有染 他最近在美國分辨 你有甚麼評論 無寧就說 我不了解你所說的情況 記者繼續追問 他說秦剛這件事是否還是中國外長 他現在的情況怎樣 為何幾個星期都不露面 搞到無寧都變了無寧兩可 第一個問題 我建議你去查閱中國外交網站 我亦沒有更多其他訊息可以提供 秦剛這件事都幾樸縮迷離 首先是趙立堅老婆在社交媒體幸災樂禍 就說今天是好日子 即是好像我們這樣 有請小鳳姐 而秦剛自己是有家室 而傳聞的情婦又是有家室 最近在美國生的孩子 究竟是誰 而坊間又有傳聞 這女人的老公 可能不甘心帶綠母 所以去舉報她老婆是雙面間諜 我們就密切留意事態的發展 今天就講到這裡 先到這裡 如果未訂閱的朋友 歡迎免費訂閱、留言、LIKE和SHARE 還有開啟鈴鐺 方便或鼎鼎廣告